7月20日 纽约市进入重启第四阶段 但与纽约州其他地区经历的第四阶段略有不同 纽约市第四阶段不恢复室内用餐 近日 新闻媒体披露了周末期间 皇后区爱斯特里亚和曼哈顿下东城的酒吧门前 有数以百计的人群聚集饮酒 这些人没戴口罩 不遵守社交距离 容易导致新冠病毒的传播 纽约州州长葛默指出 年轻人以为他们是超级英雄 不怕感染病毒 事实上20多岁的年轻人也会感染病毒而生病 而且他们会把病毒传染给家人和其他人 他呼吁年轻人别胡闹了 别干蠢事 他表示道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 我们不是处在一个静态的环境中 很多事情正在发生 葛默同时呼吁地方政府对违规的酒吧和餐厅进行执法 否则纽约将撤回重启计划 甚至关闭所有酒吧和餐厅 纽约州州长葛默指出 地方政府不执法是因为不想做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事情 可是如果对违规置之不理导致重启暂停 那么地方政府将面临更大的政治困境